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届新国风诗词大奖赛颁奖仪式举行 乘腾王阁邮轮夜游干江赏光影 更多内容江西旅游报道马上为您精彩呈现 关注旅游业态发现最美江西 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旅游报道 江西有着众多特色古村古民居 其中有多个还被列为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坐落在江西的绿水青山之间的古村 到底有着怎样厚重的古村文化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宜春高安的贾家古村走一趟 感受一下贾家古村的独特魅力 贾家古村历史悠久 人才辈出 贾氏子孙为官从商者众多 在清朝时达到顶峰 多有富贾一方的商骨 因此为防止外人窥探 增强安全防范 贾氏子孙在古村的整体建筑布局和结构设计上 都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古村整体是围垒式的格局 外围的房屋是一栋紧接着一栋连接起来的 只在四周留下了八个路口设为关卡 那现在我来到的就是贾家古村八大关门之一 金星门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拱门的上面 有四个大字叫做金星辉印 大家看到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呢 大家知道关门在贾家古村它的作用是什么吗 就好像里面是一个小城市一样 这个门就是他们的一个城门了 关上门之后是不是非常的有安全感 不受这个外来的一个侵略 关门不仅是关内与关外的通道 也是抵御外敌防盗防匪的关爱 关门大部分是砖石结构 有八字墙和一字墙 为防止外敌从地下决洞攻入关内 墙机用大块麻条石垒气 深气地中 墙身则用青砖砌成 砌墙所用的粘合物是纸浆石灰高 粘性特别强 千年不松 关门设有后木门 用大木杠或铁棍为门栓 异常坚固 而在门关之内的古村 高墙深响 青砖麻石铺设的古巷道纵横交错 外人近来是如迷宫 进得去出不来 这些特殊的设计 使得古村免受外来的侵犯 至今 古村内的建筑大多保存完好 仍留存有宗祠 管厅 民居 商铺等三百余座 古巷道六十余条 完整呈现出原明清时期 典型的江南古村的干派建筑特色 和生活图景 贾家古村2007年 批国家筑建部文物局 命名为中国隶属文化民尊 它总的战地面积有四百二十亩 建筑三百多栋 西中有唐浩的一百一十九栋 就是我们重点加以保护 因为这些古建 都是国家的文物 我们非常重视 村里面都组织了行擦阳 这个杜查的 在众多保存较好的古建筑中 最有代表性的 最恢弘的 就是被称为官厅的厚德堂 这么一座古村中的房屋 怎么会被称为官厅呢 因为我们贾家呢 把这个外头 古代把这个外头做官的人 回家做的房子 它就起名叫官厅 所以呢 这栋房子呢比较大 它就叫大官厅了 那它的面积是有多少呢 它的占地面积呢 有七百二十八点五平方米 而且也讲究的是三进 厚德堂面积庞大 气势恢弘 用才讲究 雕刻精美 在整个古村中 首屈一指 令人叹为官职 走进厚德堂 处处能感觉到 昔日官宦之家的气息 为什么这个天井会这么大呢 这个都是根据房子来做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甲村的天井 都是有讲究的 每家每户都是根据自己的身份 地位所做的 从占地面积和建筑结构 装饰精美程度 用料考究程度来看 厚德堂却有几分 荣国府那般大宅的神韵 甚至连偏房之中 也都设有天井 因为这个房子呢 它的体量比较大嘛 所以它的天井也比较多 然后小的天井呢 都在偏房的偏房之中嘛 然后呢 上方也有字了 它有四个字 叫福禄寿习 这个就是砖雕 古代的时候呢 它有另外一层意思 因为封建社会的 女子的生活用水 以前就不能随意 把它当到房门外去到 一定要到了这个房内的天井之中的 在贾家古村中 除了厚德堂这样规模庞大 竟显恢弘的官厅之外 还有一座规格颇高 但有几分神奇色彩的古建筑 它的大厅地面上 贴着古时非常昂贵的方形金砖 所以这个叫金砖铺地了 如果去过百金故宫的话呢 也可以看得到 它也有这种的地砖叫金砖 然后呢 这个地砖呢 它们不是每个人都贴得起的 只有身份比较显赫的人 它们才贴得起来的 那么在贾家古村 为何会有能贴得起金砖的显赫人家呢 它们又究竟会是什么身份呢 它里面呢 有着这个相传的一个故事 一位房地呢 从微服私房来到过这个古村 以这里这位民女相好 由于各种原因呢 他又不能把它呀 揭匪房宫呢 所以呢 就只能叫人啊 房宫的这个格调呢 为他在这里建的这栋房子 里面起了一块牌匾来 为一爱堂呢 它是从元代建造的一栋建筑吗 对 它是从元末 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 对啊 为了更好地 让这些古建筑 重新焕发新活力 近年来 贾家古村 在保护好古建筑的同时 积极发展旅游产业 将来我们准备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扶持下 在新街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引进外面的吃住行这块米食 引进到村里面 留得住客人 住得下这些游玩的游客 眼下中国最美乡村上绕雾园的秋色建农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慕民前来赏景 赏秋游迎来小高峰 从牧原黄岭高处远眺 入眼处是一幅幅五彩斑斓的画卷 数百栋灰派古民居依山而建 鲜红的辣椒 橙黄的夏菊 饱满的玉米等农作物 被装在竹盘里 晾晒在木架上 晒扁里五彩缤纷的丰收果实组合 与粉墙带瓦的灰派民居 交相呼应 好一幅气有景图 色彩斑斓很震撼 非常美 晒秋美景不仅吸引了游客 还吸引了众多摄影爱好者 扛着长枪短炮前来采风 秋天的景色很诱人 因为秋天表现丰收嘛 所以它表现出那种景观景色 对于这个摄影爱好者来说 是比较好的地方 城市也比较分明嘛 而在古村里 房间屋后 渠旁路边 红通通的柿子挂满枝头 村庄周围的枫叶也逐渐变红 呈现漫天红美景 特别吸引我们的木光 它的那个建筑的话 特别的充满生活气息 特别的朴实 像在我们平常社会中比较繁忙 是一般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会让人特别的放松 随着立东的来临 连日来 大量的辉鹤 白皮鹿 天鹅 大雁等达到30多个种群的东候鸟 陆续飞到九江都昌县 多宝江 浦阳湖 马颖湖 浦阳湖区开始迎来了大批东候鸟 越东 九江都昌县 马颖湖 多年来都是越东候鸟抵达浦阳湖的第一站 11月8号 成群的辉鹤在湖区周边的已收割的稻田中觅食 白皮鹿以鸭子在水中嬉戏觅食 当它们一起飞翔时 呈现出万鸟齐飞的壮美景观 构成浦阳湖区深秋时节美丽的风光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鸟拍照 我第一次看到万鸟齐飞的场景 感觉很震撼 很壮观 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好好地保护 保护鸟来保护我们的家园 近年来 都昌县营造了保护候鸟的浓厚氛围 县候鸟保护区管理局等部门 加大巡查评次 进一步驻牢保护网 各个沿湖乡镇的民间保护工艺组织 义务群护员 每天活跃在湖区一县 为湖区候鸟 支密了一道道安全防护网 如今 河阳湖区已成为 候鸟安全越东西西的美丽家园 日前 第三届新国风诗词大奖赛颁奖仪式 在宜春汤里森林温泉旅游度假区举行 本次大赛经过四个月的激烈决逐 从两千余峰稿件中 选出三十位优秀奖获得者 以及十二位等级奖获得者 最后按总分排名 决出了一二三等奖得主 我们上一届得奖的那个一等奖获得者 是一位败地小哥 然后再上一届呢 又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 十多岁将近六十岁的一位老师 这一次呢 还是一位可以说是中年的 这个当然是有所不同的了 据了解 新国风诗词大赛自2016年开始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 以比拼竞赛的形式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诗词文化 以古诗词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我们搞这个比赛呢 我们是希望让我们的传统文化 尤其是诗词啊 它能够推向我们的民间大众 应该是优秀的作品 雅俗共识 只有这样的作品出现 我们才能吸引更多的 读者更多的老百姓 他们读史并且或者现实 近年来南昌市以赣江为主轴 打造南北两城 一江两岸不但是 现代南昌的标志景观 而且还成为了 游览赣江不可缺少的景观元素 每晚八点半 赣江两岸28公里 362栋高层建筑组成的巨型显示屏 亮身打造的动态灯光微电影秀 在高楼大厦间完美呈现 但哪里才是观赏的最佳点呢 现在我们就带大家去看看 接下来一部锦绣南昌 开启您的世界圣经之力 我当然也是南昌本地的 今天也是第一次来 我们的那个赣江上面看 感觉就边看沙海洋的 有种大厦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身为南昌的南昌发展的这么好 很开心很高兴 南昌每天都在上演 属于这座城市的大片 灰红大气的一江两岸夜景 早已成为夜南昌的崭新名片 而目前在腾王阁号邮轮上 能最大程度感受到 这一声光电同步的灯光秀表演的独特魅力 腾王阁号邮轮船体长36米 行宽10米 为双体三层观光邮轮 它豪华舒适 快速便捷 被誉为水上游览的劳斯莱斯 作为干江首例豪华观光邮轮 腾王阁号邮轮特此推出 以一江两岸灯光画卷游为主题的夜游 我们腾王阁邮轮的话 每天晚上都有两班 第一班的话是八点钟起航 第二班是八点半起航 那么在航行途中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从八点钟起航那一刻开始 全程都会有各种表演 八点零三的时候 我们有一场锦绣南昌 锦绣南昌的话 它时常是八分钟 在这个锦绣南昌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 有关于我们南昌的一些元素 那么到了八点十六分的时候 船这个时候已经慢慢航行 穿过我们南昌大桥 到了我们的朝阳大桥了 那在朝阳大桥呢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新颖的项目 声光律动表演 朝阳大桥的灯光 它会有一个明暗起伏的变化 但是它的这个变化呢 是跟随着我们船上的 这个配套的音乐来变化的 腾王阁号邮轮上 配备了顶级的音响设备 实现了与灯光电影 同步的专属配乐 力求为游客 呈现出最震撼的灯光效果 它更是择取了整个南昌城 江面上观景的最佳位置 把妖娆妩媚光影交错的南昌夜色 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说到这个动态灯光威电影秀 我们是在15年的10月22号 获得了世界上最多建筑 参与固定性声光秀表演的 这样一项世界吉尼斯记录 是干江两岸28公里 362栋高层建筑上 上演的这样一个动态灯光威电影秀 我们当时在申请世界吉尼斯 记录的时候的话 是296栋 那么在前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自己刷新了自己的记录 从八叶大桥延伸到了英雄大桥 从这个潮安大桥延伸到了生米大桥 整个这个四座桥当中的话 我们全部都囊括进来了 这个灯光续的表演 挑一个夜晚 从碧瓦丹住的江南名楼腾王阁出发 乘坐腾王阁号邮轮 一路沿水而行 灯光相伴 好好体会一番这越夜越美丽的南昌夜色 赏美食看美景 宣传江西旅游资源 传播江西旅游体验 以上就是今天江西旅游报道的全部内容 收看本节目更多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